重新挂上去的就是中正纪念堂的这个牌柄了 那么台湾民主纪念馆呢 在昨天晚上的8点31分 重新挂回了中正纪念堂的牌柄了 那么今天的清晨4点开始呢 中正纪念堂园区也重新的对外来开放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抨击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偷偷摸摸的政府 那么众总统府呢 则表示说中正纪念堂复明的过程当中 教育部是已经办过了至少有三次的公民论坛 那么教育部也强调说 中正纪念堂的组织条例呢 没有经过立法院的废纸 那么中正纪念堂自然不能够更名 否则的话就是违法了 那么教育部将这个牌柄挂回原位呢 是依法来行政的 而整个拆制的过程花了24小时 台湾民主纪念馆也正式的走入历史了